各位 星際大戰粉絲的終極夢想終於成真啦 《星際大戰絕地挑戰》 要讓玩家化身為 《絕地武士對抗銀河系》中的反派 玩家將透過 Mirage AR 裝置搭配智慧型手機的專屬 App 手持精巧的光劍造型遙控器遊玩 遊戲共分三種模式 最令玩家們興奮的當然就是光劍戰鬥模式 玩家在小兵關卡中要使用光劍反射士兵的雷射槍 而當士兵靠近時就可以直接用光劍斬擊 而在決鬥關卡中 玩家將面對《星際大戰》中著名的反派 像是達斯摩 達斯維達 或是凱羅忍 戰鬥時必須觀察敵人光劍攻擊的軌跡並且格擋 遇到較為強勁無法格擋的攻擊時 玩家還需要移動自己的身體上下左右閃躲 既然身為決定武士 玩家當然也可以使用原力 只要技能冷卻完畢 按下光劍上的按鈕 就能夠施放像是原力推擊的技能 除了光劍戰鬥之外還有戰略塔防模式 玩家眼前的地板將化為戰場 需要部署並指揮單位來防禦一波波來襲的敵軍 也可以透過AR的特色近距離觀察戰場上的單位喔 第三種模式是曾經在《星際大戰》四部曲 以及七部曲中出現過的拳象棋 玩法類似象棋及西洋棋 玩家將操控來自銀河系各地的怪獸 作為棋子來智取對手 《星際大戰》絕地挑戰 是《星際大戰》粉絲絕對不能錯過的體驗 拿起你的光劍讓原力覺醒吧